妖艳的红发 迷人的面庞 王国最美丽的花朵 却被卖给了敌国的海王皇帝 辅佐官一再强调 她可是托尔迪亚的公主罗尔 皇帝艾丹却十分不屑 和亲还不如打仗 继位军队长卢卡斯兴奋起来 听说那位公主是绝世美人 整个人都金光闪闪的 她的母亲是北方第一家人 而父亲身为托尔迪亚第一大将军 甚至从未打过败仗 身为空前绝后的五人 没有人不为她虚无的死而挨打 艾丹来了兴趣 初夜确实不能就这样 亮着漂亮姐姐 参见太阳的皇帝 我是托尔迪亚大公主罗尔 很荣幸成为陛下的阿卡西斯 艾丹被惊艳 怪不得被称为黎明的公主 她轻轻掀起头杀 妖艳的秀发和绝世容颜 简直美若天仙 你竟敢直视本王的眼睛 是不惜命吗 女孩毫不畏惧 开罗的皇帝啊 我来是和你做交易的 男人犀利的眼神露出杀意 女孩却十分清醒 反正我是被卖来的 她拿生命坐下赌注 不接受的话 您会付出代价的 在罗尔的错落之中 艾丹拔剑指向女孩 强大的气场让空气寂静下来 罗尔流下泪珠 艾丹有些不舍 面无表情地收回剑 女孩已被吓倒在地 她面色苍白地深呼吸 您现在想听我说了吗 艾丹却熟络地坐在床上 至少我已经确定 这几句话关系到你的心里 还未缓过神的女孩 颤抖着回答 她是作为人质来的 即使有着随时被杀掉的东西 但还是来到这里 只为见到艾丹皇家 用生命和他做交易 本想来拱白菜的男人比重 你想和我交易什么 在男人的期待中 女孩轻轻开口 我会向您献上北方的守护国 托尔迪亚 男人一惊 那你想要得到什么 罗尔坚毅地看向艾丹 我想要托尔迪亚的灭亡 可话音刚落 艾丹就话题一转 既然这样 你得用其他东西来换 想让托尔迪亚灭亡 对我来说轻而易举 罗尔看着自大的男人 托尔迪亚拥有灵气 险峻的山脉 以及恶劣的天气 因此历史上 没有任何国家成功 征讨过北方 中部的国家 甚至从未看见 托尔迪亚红色的城墙 伟大的皇帝 你想不他们的后城吗 艾丹甚至罗尔说的都是对的 我生在北方 长在北方 跟随父亲在战场上学习建设 跟随母亲在丛林中识字 用脚走路的时间 比坐马车的时间都多 虽然身为公主 却总是辗转于边境地区 托尔迪亚是 开罗征讨北方最大的半角士 而不败战神的女儿罗尔 就是这场战役中的质堡 罗尔抛出的橄榄枝 诱惑力极佳 艾丹却缓缓起身 你真蠢 面前的女人是托尔迪亚的公主 在她面前胡说八道也极有可能 难道她不怕 愧对于国家的百姓吗 被王国伤透心的罗尔抬头 她咬牙切齿地诉说着 在我父亲离世时 他们在做什么 我母亲吐血身亡时又在做什么 女孩颤抖地擒着泪水 对她而言 只有复仇才能解心头大汗 为了使托尔迪亚灭亡 她愿意做任何事 请抓住我的手 艾丹心内被触动 她接受罗尔的邀请 女孩十分惊讶 她长输一口气 眼前的男人好似救死 此刻她的心中 艾丹就是照耀她的太阳 然而下一脑 但是我很善变哦 看着面前的男人 罗尔不禁有些羞涩 她将女孩拉至身边 可罗尔脸上却不满疑问 难道要我教你男女的新婚之夜吗 脸上开始火辣辣的发达 这个我知道 她端来交杯警 托尔迪亚的夫妻 每天晚上都会有喝饭前酒的媳妇 父亲很疼爱她 总把罗尔带到战场上去 罗尔便从小就学会了喝酒 艾丹邪媚一笑 她猛地将罗尔拉入怀中 女孩害羞地泥滥 我该做什么呀 你该把嘴闭上 下一秒二人便开始了 半小时的可视肉 接下来的画面不可能 我这里就不方便说了 快要窒息的罗尔推开艾丹 未经人世的女孩抱住弱小的字 等一下 艾丹却故意调戏 既然你都知道 应该不会对我不满 女孩已经春心荡漾 那抱抱我再说是否有不满吧 即使男人拥有整个后宫 却无法抵抗敌国公主的诱惑 看着艾丹的八块腹肌 罗尔已经沉迷无法自拔 艾丹轻轻捧起女孩的手 皇帝的身体可不是随便捧 柔弱的罗尔怎能抵抗艾丹 我有话要说 可得到的回答却是 你也太瘦了 堂堂公主连糙米粥都喝不起吗 罗尔羞愧地转不头 我本来就像个兽气豹 回想起辅佐官说的话 罗尔的父母被杀害后 他就一直被监禁在托尔地亚城堡中 而这次和亲 竟是让他替国王的女儿来的 罗尔认真地看着艾丹 陛下我不想在你这里当受刑 所以我不想成为你的女人 艾丹感到匪夷所思 罗尔继续补充道 我不想成为您众多女人中的一个 他不想遭人议论 成为艾丹成功道路上的污毒 女孩真诚地注视着男人 我会成为帮助您的忠臣 艾丹轻叹一口气 忠臣 即使罗尔纯洁无瑕 却早就听闻皇帝和那些女人的感情纠葛 感情纠纷的镜头往往是心风血雨 而开罗的先皇 更是有四十几位妃子 但子孙稀少的皇室 只有两位皇子活到了成年 因为这个您的母亲流了多少眼泪 艾丹抓起罗尔的手臂 她呵斥女孩病 我不能容忍你继续这样无理 单纯的女孩丝毫不让步 她不会期待永远和艾丹在一起的 她不会想那些女人一般 给威着祈求艾丹的爱 所以请让我做您的臣子 永远地守护在您身边吧 艾丹气愤地挑起下来 你会后悔的 看着自作聪明的女孩 她收回罪恶的双手 我便挂了 她猛地抓住女孩的小手了 别偷看了 让我很在意 空气中弥漫着粉色泡泡 两人的小鹿快要跳出心脏 罗尔的小脸如红苹果般 我没和男人一起待过 艾丹冷冷开口 如果待过你的国家早就灭完了 不知为何 在艾丹怀中的女孩竟十分心安 才短短三分钟 便沉沉睡去 犀利的双眸变得柔弧 她实在太没防备心了 托尔迪亚的宫子 真有意思 此时另一边已经炸翻了锅 陛下真的没有回到自己宫中吗 赤发红彤 迷人又危险 她沉沦了 甚至打破清规戒律 只为俘获女孩的心 而听说心爱的女人 在别人宫中过夜 她疯了 砸碎宫里所有的东西 才能心安 她想不明白 不是说只宠自己 阿里斯大人 您不必过于在意 阿卡西斯罗尔是被卖来的 阿里斯却更生气了 自己出身高贵 却不如一个被卖来的女人 身为开国功臣的女儿 她深爱着皇帝 女仆劝套 最高贵的位置 一直都会留给人 傲娇惯了的女人不干 把我的哥哥叫来 我不能坐以待毙 还有那个女人 让她亲自来向我问安 罗尔的宫殿状 陛下早上好 第一次和人过夜 男人竟有些害羞 好多年没睡这么舒服 可罗尔却靠近 应该早了吧 艾丹开始气呼呼 女孩不知所措 不争气的肚子突然咕噜噜 空气骤然寂静 女孩面红耳赤 不知如何是好 换来侍女长 大家都惊呆了 皇帝居然要在后宫用餐 罗尔受宠若惊 男人却十分平静 出夜后的祭祀 会送来不同的赏赐 而这都取决于 帝王对女人的处爱 女孩跟他转过头 那我应该什么都受不到 金黄色的瞳孔十分犀利 在外人看来 我们什么都没过 那就是我的问题 罗尔突然起身 轻轻拿起竹台 猛地刺向鲜长的水 看着鲜红的血液 艾丹慌了 你在干嘛 他担心地抱住女孩 扯下碎部为他包扎 看着霸道的艾丹 罗尔只觉心中十分甜蜜 他是很珍惜我吗 虽然包扎手法粗糙 但却以细节 拿下了女孩的心 你有想要的东西吗 艾丹知道 罗尔嫁状简陋的事 肯定已经传得沸沸扬扬 女孩突然想起什么 有的 我有想要的东西 想要什么都会答应吗 女孩却天真开口 算了也许您做不到 男人觉得太没面子 我是一国之君 什么做不到啊 红唇清晴 那么陛下 请给我自由 我想在开罗皇室拥有自由 走身不走心的海王 竟爱上俘虏公主 可女孩想要自由 男人慌了 你要离开吗 罗尔温柔注视 我是陛下的阿卡西斯啊 艾丹轻蔑一笑 阿卡西斯竟想要自由 你太贪心了 罗尔闷闷不论 我只是想要在皇室自由走路 占有欲作祟的男人吃醋了 你想去皇室的哪里 想去开罗的书库 那里有开罗先代皇帝们 收集的所有古籍 而达官贵族甚至都不能轻易入内 艾丹皱美 那可是帝国最昂贵的东西 可面对女孩的撒娇卖萌 他还是宠意妥协 罗尔期待又兴奋 艾丹突然一吻 进出可要看你自己的能力 当然 不能被发现也要看你能力 他故意吓唬女孩 如果被我发现 还能放你生路 如果是别人 那就等着掉脑袋吧 罗尔撅起小嘴 这是什么恩主 艾丹却再次突袭 看着面红耳吃的女孩 艾丹更兴奋了 好的接下来又是一段 撒狗粮的法式贴贴 艾丹离开后 女仆们开始为她梳妆打扮 可罗尔却有些不满 现在身边的女仆太多了 侍女长解释 女仆都是定好的 罗尔却十分坚持 我希望我住的地位 只有自己的人 不需要束拾双眼睛监视着我 这是我对你吓的第一道命运 罗尔的克力独行 令侍女长吃惊 不仅如此 即使自己只是一个仆人 她依然十分有礼貌 罗尔和后宫中的女人都毕业 您得让下人意识到你的位置 罗尔明白她的意思 自己还是个外国人 这里早就有很多眼睛盯着 也许就在等待罗尔出现失误 然后趁火打劫 罗尔温柔一笑 我会对年龄小的女婆说非敬 但会对年龄大的女婆 可能说敬 身为托尔迪亚的公主 她学习的礼仪就是这样 不过现在 她要去挑选自己的人了 北方蛮族的公主 却被低价卖给了海王 可初次遇到真爱 主动打破规矩 去她的宫中过夜 好兄弟听说此事 满面春风的跑进宫殿 大家可都在议论此事呢 我实在太好奇了 训练到一半就跑过来吃瓜 想起昨夜的一切 艾丹面色飞红 听说罗尔就像女神一般 艾丹却摇了摇头 自己的宝贝才不向外透露呢 卢卡斯满脸失望 看来只是传闻吗 辅佐官十分担心 二人却没看见 艾丹羞红的脸颊 她确实漂亮 玫瑰般娇艳却使人舒心 尤其是她的眼睛 仿佛能开启黎明斑美丽 八卦的兄弟又开口道 不是女神还过夜 艾丹随便找个理由 只是困了而已 在场的二人都不相信 到现在为止 她从来不与发生过关系的人 同床共寝 而且公务那么繁忙 还在操心给罗尔赏赐什么 这时罗尔的侍女长求见 听到罗尔二字 艾丹都感到甜蜜 而侍女长却报告 自己是受艾丹的命令前来 在座的三人 立马开启吃瓜模式 看来他们的君主 这次认真了 原来在七个小时前 罗尔挑选了五名女仆 内务部的迪利亚 料理部的安娜 财政负责人本尼 服装设计师海德 还有贴身保镖塞拉 众人疑惑 五个也太少了 而且他们还是宫中 被列入黑名单的人员 但这一切都是因为 他们未曾遇到发掘自身价值的人 首先是迪利亚马戴 他的亲戚在宫中侍奉之人 多达三十人 马戴家族是皇宫中的情报宝库 而料理部的安娜虽愚钝 但他的料理能力 却仅次于厨师长 还有本尼多克斯 他的家族拥有帝国最大的商团 罗尔的家长很少 日后在宫中也很难得到支援 本尼主动加入罗尔宫中 势必会成为他强大的后盾 而海德波利坦 身为男爵家的小姐 在时尚方面颇有剑术 辅佐官细细一想 这就像是在完成拼图一般 罗尔就像知道自己缺什么 而拼图的最后一款 就是塞拉卡尔森 他出身于开罗的功臣武将世家 因为军队大多为男性 塞拉被贬到三军后 已经虚度两年光阴 罗尔的出现 让他看到了自己的未来 虽然罗尔十分聪慧 但却不知后宫险恶 就怕他像那些女人一般 神不知鬼不觉地死去 而另一边的罗尔宫中 已经掀起了一番心风血雨 两个女人都很爱她 妩媚聪慧的帝国公主 娇奢狂妄的后宫之子 可一山不容二虎 阿里斯傲娇看向罗尔 这就是被卖来的北方公主 干什么呢 还不向我问候 罗尔缓缓起身 我是托尔迪亚的大公主罗尔 阿里斯咬牙切齿 居然不向我低头 罗尔灿烂你笑 该你向我问候 阿里斯气到发抖 居然没有尊称 女仆上前呵斥 这可是开国功臣的女人 罗尔脸色一沉 竟敢打断阿卡西斯的对方 威慑力太强 女仆只好低头认罪 阿里斯火冒三丈 凭什么让我向你问候 罗尔端庄大好 如果做不到互通姓名的话 就请从我宫中离去 阿里斯颜面死地 准备扇向罗尔 却被塞拉拦住 一个侍从竟敢拦住我 他狠狠抽象塞拉 女仆们都被吓了 可阿里斯居然还想继续撒泼 罗尔愤愤地抓住她的手 我不是侍从我可以拦着你吧 阿里斯肆意望为惯了 竟忘了自己与罗尔地位相同 都是陛下的阿卡西斯 罗尔浑身散发寒意 请不要再如此无礼了 如果这是在我的国家托尔迪亚 你那美丽的脸蛋 早就血肉模糊了 下次可不就是警告你 这么简单了 羞耻感变息全身 而身后的侍女 也被吓得不敢心举妄断 他们低头怯语 怪不得罗尔大人能得到处心 罗尔看着眼前的女孩 有那么多双眼睛看着 阿里斯一面红尔迟倒 快要报答 可自己那位恶毒的妹妹 以杀死哥哥 而登上王位的父亲为考试 整日对自己折磨虐待 与他相比 阿里斯只能算是可爱 这时侍卫传来 爱丹为罗尔送来了审赐 几辆车的金银珠宝 甚至还有爱丹的亲笔心 一旁的阿里斯气到吐息 阿卡西斯罗尔一感激的心情 收下陛下身后的恩赐 侍从长辈罗尔的气质震惊 陛下果真没有看错人 阿里斯怒狠狠地质问 这么多都是陛下送来的吗 可得到回答后 绝望的瞪大双眼 他从未在任何人身边睡不觉 自己曾多少次期盼 夜里进来的是爱丹 可每次等来的 却是和大家一样的赏赐而已 他愤怒又不干 今天的事 我绝对不会忘了他 对了 你们问我哪里看 请看这顶视频 拥有一百零八的情人 却沦陷于敌国的小猫咪 初次见面 就上了船 此后的每一天 不是在贴贴 就是在贴贴 具体情节 我这里不方便信说 爱丹拿出一把钥匙 如狩猎者般等待着回忆 女孩十分聪慧 这是书库的钥匙吗 爱丹故意揍他 我可没说要给你 罗尔神情紧张 不给就掉小珍珠了 心疼宝贝的爱丹 立马严肃起来 阿卡西斯罗尔 这是我给你的新婚礼物 少女春心懵动 新婚礼物这个词 好像比赏赐要更浪漫 罗尔沉浸于书库的喜悦 我是不会被靖瑞君抓住的 爱丹看着自己的小猫咪 嘴角不自觉上扬 看着自信的罗尔 男人叮嘱他 开罗可不是那么简单 女孩却回答 陛下 我可没那么弱 罗尔确实不像那些少女般柔弱 而此时的爱丹 也已被那双红色的双眸迷住 罗尔兴奋开口 我明天再告诉你 我是怎么成功的吧 可爱丹却反问 你怎么知道我明天会来 女孩十分慌张 她紧握书库钥匙 你明天不来吗 爱丹宠密摸摸头 明天不行哦 女孩假装不在意 爱丹却察觉到她的小情绪 猛地凑近 你刚才好像极度了 明天有公务 我忙完就赶回来 所以你明天也不可以用这把药手 罗尔满脸疑惑 我不在的话 就没法守护你了 她叮嘱女孩不能去任何地方 她怕稍有不注意 就会有人伤害宝贝罗尔 罗尔伸手抱住男人 你不是说不管我吗 你就把这句话 当成一种善变吧 第二天一早 侍女们就打去罗尔 陛下走时还看着熟睡的宁微笑呢 初次恋爱的少女满脸羞红 转移话题也是害羞 哎呀这里的路真复杂 每当这个时候 我就觉得自己不像父亲 她只看一遍地图 就能判断出敌军的所有动向 可三人闲聊时 却没有注意情方的威胁 转身想要逃离 能在这里遇见你真是高兴啊 阿卡西斯罗尔 你不会就这样一走了之吧 高贵的阿卡西斯罗尔大人 赤发红铜的小猫咪 竟被情敌当众羞辱 笑里藏刀的邀请 能让你坐的位置 只有莫习了怎么办呢 罗尔这才明白 座位也有尊卑之费 看来新来的阿卡西斯大人 不喜欢他的座位呢 议论声越来越大 他不是被卖来的吗 阿里斯邪灭一笑 阿卡西斯大人听到会伤心的 罗尔不屑一步 既然大家都这么可爱 就逗逗他们好了 强大的气场压迫全场 大家知道我的存在就好了 看着淡定的罗尔 阿里斯握紧双全 罗尔走向该有的座位 椅子摆放的顺序真特别 坐着的妃子们大惊失色 猛地起身道歉 阿里斯怒了 你们给我坐下 夹在中间的妃子们 手足无措地站着 罗尔缓缓上前 不用担心我坐下的 眼里充满挑衅 我坐在空位上就行了 气氛降至冰里 阿里斯小人得志 我还怕你对我安排的位置不满意 看来我是白担心了 罗尔自顾自的品查 我以后还得经常来参加聚会呢 阿里斯气得发抖 真是令人作偶的家伙 打量对面的女人 阿卡西斯可是代表着后宫 你穿得如此放大 我都替陛下感到羞愧 罗尔再次被讥笑 大家开始追跑阿里斯 阿里斯洋洋得意 看来我要给阿卡西斯罗尔 送几件裙子才是 罗尔不准备再忍了 您也知道前不久 陛下赏了不少裙子 而且这件裙子 是陛下让我穿的 嫔妃们脸色大变 我会转告陛下的 关于你们说她眼光不好 阿里斯慌乱起来 刚才奉承她的人 又开始讨好罗尔 正是明白后宫的可笑 当初才不愿意做爱丹的女人 她不愿意成为 爱丹成功路上的污点 可是现在 她不得不自保 据我所知开罗的理解 地位低的人 要对地位高的人 低没行命 阿里斯甘大开口 敌法当然是要遵守的 罗尔怒视在座的嫔妃 那你们怎么敢直视我的眼睛 压迫赶席绝成的草 女人们立马起身 跪倒在地囚牢 我犯了死罪 请阿卡西斯大人原谅 那你们重新向我问好吗 我是新被任命的阿卡西斯 托尔地亚的大公主 罗尔涅亚雷斯 只想专心搞事业的俘虏公主 却成为海王皇帝的盘中参 不仅初次见面就不肯无数 还要忍受后宫女人们的挑衅 但罗尔丝毫不退步 毕竟身为艾丹的专宠 必须得树立威望 处理完叛徒的艾丹 疲惫地回到营底 好兄弟十分懂他 某些人的心已经飞回皇宫了吧 明天天一亮我们就回宫 这时突然传来一股刺鼻的味道 凝视前方 一群衣衫不整的女人 气氛逐渐阴沉起来 布下慌张解释 是为了缓解陛下旅途的劳累 现在立刻全都滚出去 艾丹脑海里顿是调皮的罗尔 即使她不喷香水 也是甜甜的软软的 勾人心弦 不想离开半分 一想到罗尔 艾丹就满脸羞红 虽然拥有一百零八个女人 却是第一次行动 回到宫中 先见到的却是阿里斯 女孩上前挽起手臂 艾丹却嫌弃地推开 她满脸不耐烦地解释 我要去找罗尔 阿里斯顿时陷入尴尬处境 恼羞成怒的女孩握紧双拳 我一定会加倍奉还的 罗尔宫中来报 陛下往这边走来了 仆人们劝罗尔前去迎接 阿里斯肯定已经行动了 女孩眼里充满自信 艾丹走的时候 嘱咐我不离开宫店了 女仆提罗尔感到开心 反正阿里斯的名声很不好 动不动就当众打人 情绪爆发后 就像神经病一样摘东西 因为她是开国宫城的女 阿卡西斯的位子 都是因为他们家族设置的 按照开罗原本的意义 除了皇后 其他女人都是平等 但从一个小小女儿 到公爵的女儿 被宠幸的女人们身份多变 为了更好的区分 便设立了阿卡西斯的位置 在罗尔来这里之前 两位阿卡西斯 才是艾丹的正房夫人 其中一位是阿里斯 另一位则是公爵家的秀养大人 罗尔十分困惑 这么久却没见过那位秀养大人 女仆悄悄靠近罗尔 大家都是这么称呼秀养大人 后宫中 被抛弃的阿卡西斯 情敌抢走心爱的海王 甚至当众羞辱自己 女孩怒气满满 不过她可不是不身一人 找来哥哥帮忙 好久不见阿里斯阿卡西斯 扑到哥哥怀里委屈 泪水已不受控制 安慰半小时后 这回哭完了吧 阿里斯开始无理取暴 都怪哥哥不来看我 是新来的阿卡西斯 惹我们阿里斯不高兴了吧 提起罗尔 阿里斯就面目争鸣 哥哥干定的出主意 都交给我好了 被迈到这里 居然感动我的妹妹 阿里斯顿时开心起来 内控哥哥温柔安慰 接下来我会看着处理的 脸上突然浮出奸诈 像之前一样处理掉她 看着绝世容颜的妹妹 哥哥却满脸失望 得不到男人的心 还要靠我出马 可以想到能驯服爱丹的罗尔 哥哥已满眼激动 此时罗尔的宫殿炸开了锅 听到罗尔想去疏骨 女仆便十分着急 那可是连贵族都不容易去的地方 罗尔一脸娇羞 可是陛下同意了 二人开始吃瓜模式 钥匙居然是陛下给来的 不过虽然有了钥匙 但依然要偷偷进去 女仆顿时明白 那不是允许你去了呀 罗尔想做错事的小孩 所以需要你们的帮助吗 听说皇宫中有一个单独的门 与维利塔斯相连 只有皇帝陛下才可以进这扇门 而且只有他的专属钥匙 才能打开那扇门 罗尔的想法 就是从那里偷偷进去 可那里的警卫十分森严 罗尔坏坏一笑 我们可以找个空子呀 两天后的夜 一个鬼鬼祟祟的身影靠近书库 红发依旧闪耀 罗尔调皮开口 我就说不会被发现吧 女仆为他压紧冒言 被别人认出来怎么办 罗尔却满脸自信 海德给我做的衣服这么稳 就在这时 一阵脚步声突然靠近 新婚之夜就被打入冷宫 曾经无比开朗活泼 现在却总将心门紧闭 听说新来的阿卡西斯 将后宫掀起了轩然大波 不仅魅惑的陛下总留在那里共演 甚至还羞辱了阿里斯呢 欺负秀雅的人被杀了威风 是你们十分开心 新来的阿卡西斯好像很厉害 秀雅突然充满忧郁 但是这一切都与自己无关了 而另一边 偷偷跑进书库的二人遇到惊醒 脚步声越来越近 迪利亚突然上前 交给我把罗尔大人 男人阴森森地看着罗尔 下一秒便乖巧行李 罗尔大人我是迪利亚的老 女孩挠挠小脑挂 我说的空子可不是靠关系 罗尔调皮一笑 金光照耀女孩的面庞 面前气势恢弘的书库 就是梦寐以求的维利塔斯 开罗的宝物与智慧 以及所有的历史都记录在这里 不过罗尔的目的却不是这些 这是一行书引起女孩的注意 托尔迪亚的历史 可面前被翻得乱糟糟的数 却让罗尔开始胡思乱想 回想起初次见面的场景 我会为您献上托尔迪亚的灭亡 可对于爱丹来说 让托尔迪亚灭亡简直轻而易举 他带给罗尔希望 让罗尔陷入他带来的温柔 埃丹真的很厉害 太阳神淡下的谎 又一次让开罗达到顶盛的红衣 埃丹阿波利乌斯开罗 想到这里 女孩突然意识到了什么 也许这场婚姻的幕 本就不是和亲 埃丹想通过罗尔得到 是托尔迪亚的灭亡 牟底闪过一丝哀伤 他留在自己宫殿过夜 初夜没有侍奉他 却依然给罗尔很多审赐 本以为他是为自己而感应 现在看来他只是在演戏 罗尔安慰自己 是自己当初 说不想做艾丹的女人的 还没回过神来 身后却突然出现了一个黑影 初次见面 他们就上了团 赤发红彤太远 男人已经沉沦在温柔乡 什么妃子歌姬诱惑 艾丹开始不予理会 心里只有漂亮姐姐罗尔 开罗皇室的子孙西游 所以皇族身边的女人是不断的 运气好的女人会诞下皇子 而大多数女人 都会被打入冷宫悄悄死去 而在艾丹继位后 一切都发生了改变 忙于巩固政权的艾丹 虽然没有发展后宫 但在战争结束后 就让贵族们的女儿参与选费 在激烈的明争暗斗中 秀雅大人被孤立了 雪上加霜的是 她还被传出是私生女 谣言像迷雾一般 可罗尔认识的艾丹 不会随意抛弃别人 原来当初第一天在侍奉艾丹时 秀雅出了差错 艾丹便再也没有去找她 罗尔十分震惊 就在她疑惑之际 艾丹满头大汗地出现在宫殿 在为艾丹更衣时 罗尔还在想那个问题 艾丹察觉了女孩的不开心 猛地凑近抱住女孩 看来你并不欢迎我 你在我面前分心思了吗 女孩的身上 依旧散发着甜甜的香气 还没等罗尔回答 埋在她的脖子里贴贴 你知道我有多想念 这甜甜的香气吗 艾丹坏笑着看向女孩 渐渐后退到墙边 一个霸道的壁咚便开始 如果你不喜欢我就停下来 女孩满脸通红却不开心 艾丹命令到闭上眼睛 接下来便是不可描述的画面 过了若干个小时后 女孩娇滴滴地开口 我以为你会回来得更早 没有陛下我都不能用钥匙 艾丹冷冰冰地询问 为什么不出来迎接我 少女如同害羞的小猫咪 您说过让我乖乖等着 而且花怎么会去主动找蜜蜂呢 可是艾丹已经听说了 昨天后宫发生的事 女孩便调皮地回答 我好像并不适合乖乖待着 下次就让我来坐蜜蜂 陛下在哪里我都会去找 艾丹的眼神愈加温柔 不愧是大将军女儿 和后宫的那些女人都不一样 气氛越来越暧昧 为了陛下 我只能去坐一堂 去找蜜蜂的花 此时另一边 艾丹陪罗尔过夜的消息 已经传到宫外 男人邪魅一笑 真好奇他是个怎样的女人 只想专心搞事业的小猫咪 却陷入爱情苦难的熏涡 看着眼前乱糟糟的书籍 罗尔便明白了 这是艾丹在查阅托尔迪亚 也许从一开始 和亲就是一个借口而已 讨伐北方是开罗很久以来的传统 史书也一直记载着 而结束那场恶战的 就是罗尔的父亲大将军杰德 父亲突然的去世 对开罗来说就是天赐良机 艾丹计划讨伐北方 也是理所应当的 女孩紧握手中要是下定决心 这时身后突然传来谈话声 距离越来越近 就在罗尔慌张之时 熟悉的温度捂住女孩的嘴 没想到你真的来了呀 俊俏的面旁浮出笑容 我的阿塔西斯真是胆大呀 看着女孩君绿色的声音 还有侍卫专属的贫血 男人气呼呼地挑起下来 没想到你会这样出现在我面前 轻轻摘下帽子 可我喜欢的 是红发翩翩的罗尔 少女的心开始荡漾 艾丹居然叫她罗尔 刚才下定的决心 好像都崩塌了 女孩的小脸变得通红 这是艾丹第一次叫她名字 猛地凑近女孩 不许躲着我 我可没允许你躲着我 接下来一场法式声吻 便拉开了八百分钟的序幕 少女的心总是变幻无常 撒娇表示刚才真的好惊醒 可在罗尔来这里之前 艾丹就已经下令禁止他们靠近 艾丹看着怯生生的女儿 你要离我这么远到什么时候 我又不会吃了你 接下来的画面 实在是不能发在视频里 艾丹将衣服放在地上 和我一起坐过来吧 女孩的小心脏扑通扑通 我居然坐在了皇帝的衣服上 轻轻靠近艾丹 你不要坐在地板上呀 艾丹故意调戏 是谁刚才离我那么远呀 罗尔已经害羞到爆炸 艾丹依旧强势的撩妹 抱住可爱的小猫女 询问罗尔来这里的目的 女孩却支支吾吾 她想找的是托尔迪亚的机密 艾丹十分不紧 罗尔忍着痛苦倾诉 她想找的是父亲的记录 艾丹更加疑惑 托尔迪亚到底发生过什么 三个男人都痴情于她的红发 霸道傲娇的开罗皇帝 心机满满的情敌清歌 甚至还有艾丹的奶狗清帝 可现在的罗尔 却早已沦陷到艾丹的温柔乡 面对疑惑的艾丹 她开始讲述痛苦的层面 托尔迪亚的当前皇帝 是罗尔父亲的弟弟 身为嫡子 他未来将成为准皇帝 虽然国法限制数字不可登皇位 但父亲能力太强 在人群中总是闪闪发光 他无法忍受失败 所以总是传来解保 就这样父亲便成为了 托尔迪亚的战争之神 可叔父却渐渐开始提防父亲 交谈之际总是阴阳怪气 哥哥你的运气真好 不管奔赴什么战场 都能够打胜仗 战争之神在保护着哥哥 只是可惜哥哥是个数字了 男人的眼神中 固满了威胁与警告 过了不久后 先皇家崩了 为了保护家人 父亲决定离开皇城前往边境 可幸福的生活总是不久 谁也没想到 他善意地离开却成为了 叔父除去他的绝佳时机 在叔父送来的那杯葡萄酒下渡后 鲜血喷涌而出 父亲无法相信他深爱的弟弟 居然如此恶毒狠心 罗尔的手开始颤抖 叔父的自卑感 让他毁掉了父亲所有的东西 来书库的目的 也是想了解当时的一切 滚烫的泪水划过脸颊 没人告诉他 父亲到底多伟大 才让叔父如此极度心狠 艾丹的眼里充满心疼 他抱住柔弱的女孩 可男人却不知道 他来这里的目的 就是为了让托尔地亚灭亡 另一边伊凡殿下收到书信 大家都期待他快点回国 这已经是第三封信 还好伊凡是艾丹的亲兄弟 否则抗指的罪名可不清 就在属下以为伊凡不会离开时 男人却做出了新的决定 如果去见你 也能这么简单就好了 虽然离得这么近 但我离你的世界好远啊 博尔 妩媚妖劳的红色瞳孔 令海王沉迷无法自拔 霸道有每人入怀 专心搞事业的罗尔 已经好久没有宠幸小狼狗 我这几天都放过你了吗 罗尔满脸疑惑 艾丹只好用行动回答 可是指轻轻怎么够呢 艾丹已经沉沦温柔香 罗尔你好甜 女孩猛地推开男人 面色红润地说着抱歉 因为复仇还未成功 罗尔只想做艾丹的臣子 而不想成为他的女人 艾丹只能气呼呼地撒娇轻轻 因为他尊重罗尔的选择 可是第二天还有一件大事 阿卡西斯阿里斯的家族穆尔 实力强大且为帝国贡献 中共必然会推举阿里斯做皇后 正当艾丹进退两难时 小猫咪出现在视野中 罗尔下意识想要逃避 艾丹坏坏一想 阿卡西斯见到皇帝 多不问好吗 罗尔长恕一吐气 虽然他刚才不是故意偷听的 但是在场的可是穆尔布家族的人 艾丹的举动 就像为了故意让他们看见自己 女孩温柔上前 参见陛下 艾丹抓住机会 要不要和大家打个招呼 女孩立马懂了艾丹的用意 大方上前开口询问 你应该就是穆尔布公爵吧 傲娇的伸出右手 我是托尔蒂亚的大公主 阿卡西斯罗尔 女孩的举动是对穆尔布的怠慢 同时也是一种命令 一旁的阿里斯已经飞下 无论穆尔布公爵选择守护自尊心 还是在皇帝面前对罗尔弯腰行 对罗尔来说 都是一场逼赢的战录 穆尔布咬牙切齿地盯着前方 他心知肚明这是艾丹的试探 所以现在 轻轻拖起罗尔的手背心 参见阿卡西斯大人 兄妹俩被父亲的举踪正经 罗尔不屑一笑 那有机会就下次再变吧 下一秒 艾丹顺势走向罗尔 霸道将女孩揽入怀中 留下被羞辱的穆尔布 二人便潇洒离去 罗尔十分聪慧 他知道艾丹不想再和他们接待 又正好看见路过的自己 便借机向穆尔布传递信息 希望你们不要误会 皇后的位子还不是穆尔布的 男人尴尬一笑 小猫咪果然和别人不赢 下一秒 他突然将女孩揽入怀中 那么你想不想做我 你愿意做我的皇后吗 听到心爱之人的告白 女孩却挣扎着想要逃离 他现在只想复仇 这下好了 皇帝大大生气了 轻轻松开双手 强装镇定地离开花园 女孩感到不安 可他不能做恋爱脑啊 难无目的地走回宫中 眼前的男人挡住去路 罗尔有些慌张 情敌清歌凯恩却满脸坏掉 真道歉了 让您受惊了 听着假惺惺的话 还有令人不爽的眼神 罗尔顿时气场强开 小鸭还想招惹我 男人被罗尔的气势震惊 不过为了报复女孩 阴阳怪气的开口 你不是被野蛮国家赶出来的公主吗 该飞走的总是会飞走 该爬走的总会爬走 所以阿卡西斯大人 请一定找尽自己的定位 罗尔愤怒地躲避当手 区区一个黄毛小子 居然对阿卡西斯动手动脚 搬出艾丹吓唬情敌清歌 这样下去你会被杀掉的 面对赤裸裸的羞辱 凯恩已经忍无可忍 发了风势地甩起巴掌 罗尔脑子一片空白 只听见一声怒斥 男人的动作便停了下来 原来是卢卡斯大将军 威严地拔出利剑 不想失去当男人的资格就滚下去 看着气场两米八的卢卡斯 凯恩只好像过街老鼠般逃离 罗尔立马心里道歇 本以为卢卡斯很难心 没想到却像大狗狗般可爱 下次他再这样对你 我会好好教训他了 罗尔十分心心 想起艾丹说过的话 卢卡斯是绝对的忠诠 所以才能坐到现在的位置 思绪渐渐飘离 如果父亲有像他一样的忠诚 也许不会有那么悲惨的结局 地下头虔诚地表达心意 请一定要忠诚地守护着陛下 好兄弟的老婆如此痴情 卢卡斯立马行起会拜议 我将永远对阿卡西斯罗尔大人忠诚 我会献上我的生命 守护陛下与阿卡西斯罗尔大人 纯情海王遇到理性猫咪后 贴贴被拒 求婚被拒 太没面子了 那就躲几天再说吧 可发现根本无心上头 脑海里全是小猫咪 他说过不想成为 自己众多女人中的一个 但已经八百天没碰漂亮几件 他还是不愿意从了自己 占有欲开始疯狂作祟 本以为自己不会爱上他 没想到却沉沦于 那美丽的红色瞳孔 越来越想占有他 所以越来越心急 不过女孩越想逃 艾丹才越来劲 另一边的罗尔 也正在生闷气 不就是拒绝求婚吗 谁让他没有仪式感的 回想起那晚的话 我去找你就行 你乖乖待在这里 原来艾丹不是开玩笑 现在根本没法见到他 可皇后不是说当就当的 艾丹的偏爱太明显 但自己还有更重要的事 身后想起脚步声 罗尔被拉回现实 对方定睛一看 我去碰到大情敌了 侍女低声提醒 那位是秀雅大人 罗尔连忙问好 本来想去拜访你了 秀雅温柔回礼 行李完便想要逃离 神奇的力量 将罗尔推向秀雅 等一下 可以和你喝杯茶吗 女孩娇羞地邀请着 就像初次入宫的少女一般 秀雅被罗尔可爱到 反手将罗尔带去自己宫中 令罗尔疑惑的是 这宫中居然都是 不会开花的植物 秀雅随口解释 花太多会隐瞒蝴蝶 这句话提醒了罗尔 自己曾向艾丹承诺 要做主动找蜜蜂的花朵 而且送来的那把钥匙 就是艾丹的回应 无心办公的男人还在发呆 拿起茶杯里面却空空如雨 换人前来添茶 可根本无人应答 这时身后传来声响 敏捷地拿起短剑 推开大门就准备刺取 还好反应迅速 细细一看 刺客居然是心心念念的小猫咪 艾丹顿时慌了神 两人如初恋断羞涩 罗尔调皮撒娇 花式来找蜜蜂痘 艾丹已经被谋化 轻轻凑近小宝贝 真是躲奇特的花 别人遇见帅哥哥只想贴贴 罗尔遇见帅哥哥却大喊 我才不要挖野菜 本想做一个事业行李强人 没想到艾丹走了心 还使了一招欲情故纵 罗尔便开始意乱情迷 主动找艾丹约会 这下艾丹更着迷了 一脸正经地抱住小猫咪 像得到港湾般依偎在女孩怀 罗尔摸摸小狼狗 很抱歉我伤了你的心 艾丹却轻声一笑 毕竟男人都喜欢得不到的 气氛逐渐暧昧 艾丹又开始做坏坏的事情 罗尔主动来找她 艾丹变得到了答案 女孩是爱着她的 二人闲聊时 罗尔讲起秀雅大人 甚至不停地夸赞她的容颜 艾丹十分欣慰 秀雅的背景很强大 如果成为罗尔的友军 她便不用孤军奋战了 宠溺地摸摸头 女孩顿时小脸通红 在艾丹干坏事之前转移话题 听说狩猎大赛上 妃子们都会骑着马赢架呢 看出了小宝贝的不开心 我当然会带着你去啊 可是罗尔从小骑的都是野马 说起罗尔的第一匹马 像朋友般陪伴她多年 却被叔父狠心杀死 艾丹十分心疼宝贝 带着她去挑帝国鸣马 在这里挑吧 喜欢就送给你 女孩心高采烈地开始挑选 一匹红色骏马 发疯般地冲了过 艾丹紧张地跑向罗尔 猎马却突然温顺地 向女孩求默默 罗尔顿时喜欢上了她 艾丹却神色凝重 可从来没有人驯服过瑞亚 海王看上的女人果然不一般 狩猎比赛当天 妃子们群方争艳 罗尔却独具一格地骑着瑞亚 看到被驯服的瑞亚 卢卡斯一个大震惊 瑞亚憋马都要凶悍了 不愧是好兄弟喜欢的人 此时阿里斯的大棚中 兄妹二人又打起了坏主意 凯恩兰脑子坏水 我会让罗尔永远消失的 等我发出信号时 把这个叫给她 我们走着瞧吧 阿卡西斯罗尔 送来和亲的俘虏公主 却随意拿捏一国之君 见情敌不顺眼还爱调食 羞辱她爸 再羞辱她哥 可在狩猎大会时 意外收到艾丹书信 陛下邀请您前往大棚 第六感告诉她不对劲 果然阿里斯开始阴阳怪气 陛下还是宠爱罗尔大人啊 塞拉不放心罗尔一个人 我要跟着她去 皇军怒声训斥 哪轮得到你个女仆去 罗尔抛下狠话 谁敢冒充皇军啊 大逆不道的罪 可不是轻易能被放过的 阿里斯进罗尔上兜 连忙附和这可是陛下的偏爱呢 潇洒离坐 前面带路 可没走几步 好像走错路了 数十把劲立马指向女孩 耳边环绕着奸笑 罗尔十分不信 你们就这点小把戏 敏捷地拔出护身短剑 截断漂亮的裙子 你们竟敢暗杀开罗的阿卡西斯 那我就陪你们忙完 此时塞拉已找到艾丹 听到宝贝失踪 殿地都是尸体 正中央格战着一身狼藉的罗尔 艾丹也被惊呆 老婆居然深藏不露 罗尔轻轻擦去血迹 像做错事的小孩般 无辜地看着心爱的男人 艾丹顾不得这些 你是和谁学得见 女孩一正 是一个男人 艾丹促兮兮的皱眉 小手都受伤了 看来我得重新教你了 身边想起流言蜚语 阿卡西斯居然如此不堪 可罗尔不在意这些 他害怕的是眼前的艾丹 会像他们一样看待自己 谁让你随便让别人 看见你大腿呢 为他裹上帝王的披风 艾丹还是和往常一样 没有拒绝这样的他 也没有突然安慰的王 而是送去储蜜的拥抱 这才是罗尔最好的解药 然而正在撒狗粮的二人还不知 刚从前线赶回来的伊凡殿下 正绝望地看着这一切 男人握紧双拳 那个和自己一起长大的女孩 居然在一个不经意之间 就变成了自己的弟妹 失落和无助不满同胞 拜托 不可以是他 温顺可爱的小猫咪 竟被情敌找人暗杀 可身为长盛将军的女儿 短短三十秒 刺客全部狗蛋 虽然杀人一时爽 但想起心爱的男人 他会怎么看我呢 令人意外的是 艾丹并没有怪对 反而明目张道地偏爱 可想要为宝贝出气时 罗尔却实大体地制止 我身上发生的事 就让我来解决吧 但欺负自己的媳妇 哪个男人忍得了 罗尔平静地分析 穆尔布家族可不简单 艾丹更加恼火 都怪自己是个皇帝 想读掉穆尔布 在那个机会来临之前 一定不能轻举妄动 女孩不想因为自己 让艾丹落下暴君的罪名 轻声安慰小狼狗 我不是还好好的吗 借机向艾丹撒娇 对我挥剑 我也应该做出回应才好 艾丹当然允许 拿起男人的贴身短片 静直冲向茶话会中央 阿里斯慌张地想要逃离 猛地按下绿茶脑袋 霸道的将剑甩到面前 女孩被吓得发抖 我错了罗尔饶布王 血红的瞳孔兴奋起来 您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吗 区区雇佣兵还想杀了我 阿里斯哭着求饶 罗尔丝毫不心愿 请不要再做没有意义的事 留下被羞辱的女孩 潇洒转身离止 你们继续茶话会吧 等待着小宝贼的艾丹 以更加迷恋罗尔 她的豪爽与可爱 不愧是大将军的女儿 可罗尔劝自己忍耐 艾丹做不到 大步走向案发现场 朝前方挥起场景 没等凯恩反应过来 就被压迫感吓倒 心虚地想要解释 迎来的却是怒狠狠地威胁 我不会再允许第二次 回到宫中的罗尔疲惫不堪 还好有温热的洗澡水 可以洗去一天的坏心情 泡了八个小时后 迪丽娅把我的睡袍拿过来 屋外却无人应答 疑惑地起身查看 身后却突然出现一个黑夜 与心爱的人共度出夜 隔天就收到了999朵玫瑰 侍女长送来祝福 罗尔却十分疑惑 第一次和艾丹过夜时 不是戳破手指骗过了大家吗 侍女长忠诚提醒 宫中人心叵测 大家时刻都在关注着您的动向 虽然罗尔选的人都很靠谱 但是他得到了大家都没得到过 艾丹皇帝的心 往后的日子 即使有艾丹保护 也可能凶多吉少 罗尔必须找到自己的利益 变成穆尔布家族庇护者的阿里斯一样强大 而最好的方法 就是成为卡拉利恩 罗尔一争 艾丹向自己提起时 为了给父亲复仇 女孩便果断拒绝了求婚 但发生了昨晚的事 现在罗尔开始犹豫 可认真想想欲比 被人公然挑衅暗杀 被大家议论成怪物 环十四周都是敌人 如果真的成为皇后 他怕连艾丹都会有危险 侍女长提醒罗尔 身为北方来的公主 在如此黑暗的皇宫 只有这条路可以走了 成为皇后生下皇祖 日后皇子成为太子 皇太子在成为下一任皇帝 罗尔才能保住自己 女孩不理解 侍女长的做法 平日里严苛不站队的女 居然频繁对自己释放善意 然而现在的女孩还不 世界上根本没有 无理由的善意 一整个下午 罗尔都在思考这个问题 这是一处媒体 吸引出二人目光 罗尔的心已经飞到了宫外 身后突然传来熟悉的声音 想去就去吧 离得这么近 有什么理由不去呢 原来是大皇子伊凡 绅士地向心爱的女孩醒 见过阿卡西斯大人 女孩回头怒斥 不要叫我罗尔 只有爱丹才可以这样对自己 没想到伊凡不罢休 那我可以叫你孽压吗 女孩的脸色更加难看 脑海里浮现起曾经的种种 年少时就不允许她叫自己罗尔 所以伊凡开始喊她孽压 那时二人都很倾涩 可现在身份地位都已改变 罗尔心中五位达成 我现在是开罗的阿卡西斯 请您不要再继续无理了